有牛排燉飯 有披薩 還有冰淇淋甜點 這些美食都來自 位於台中逢甲商圈 一間排隊名店 金賀義式餐油館 卻遭到家長爆料 孩子跟朋友一共7人聚餐 其中兩人回家後 不斷上吐下瀉 還緊急送醫住院 他吐好幾次 他拉了好幾次 就告訴我說這個要住院 原因就是這個白雪球 過高到了大概 一萬三一萬四左右 有爸爸說 兩位孩子出現症狀前 都吃了牛排燉飯 後續腹瀉腹痛 嘔吐 其中他女兒送醫後 白雪球更飆高 得住院觀察 七個人 那就兩個人 吃一樣的東西 就我女兒跟他兒子 是吃像這個牛肉燉飯 合理懷疑說是這個問題 採訪求證 遭劉爸爸點名的 金賀義式餐酒館 位於台中逢甲商圈 即使非熱門用餐時段 仍有許多民眾來此用餐 流行民眾向明代投訴 希望台中市府 能更重視食安問題 現場的烤箱區地板 以及插座不結 工作人員有戴耳環耳針 油煙罩不結等 不符合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的項目 刪處人員前往稽查 確實發現環境 及人員有疏失 以限期改善 並將食材帶回檢驗 不過需等待兩個星期 結果才能出爐 對於顧客家長懷疑是否餐食 導致中毒 餐廳業者這麼回應 來特數三百位以上 那目前有兩位 有這樣子的一個 身體不適合狀況 我覺得把它斷定為食物中毒 個人覺得 還有待考證 業者強調 應該要等食安處的 檢驗報告公布後 是不是食物中毒 才能真相大白 不過針對衛生環境 稽查不合格之處 會盡速改善 此地新聞 張狀 李建盈